最近环球大规模接种新冠肺炎疫苗,就连万几拍的香港也刻然在裂。除了疫情有望快点过去,楼市也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。究竟楼市沟所说的内地豪客会否如期大举来港掃楼?相信这是各位楼民都非常赏心的大事。 夏文就分析一下内地客来港买楼的可能性。对楼市沟而言,内地豪客是一个白搭的看好理由。好市时就说内地人掃起港楼。港人要快点抢,去年至今正值逆市。 就说通关后内地人将蜂勇来港买楼。港人要顶住楼价。甚至掃起港楼等内地人接货。情况就如同过农历新年前后的港股。市场一面倒话掃起港股。等内地开始后来港接货。 但事与愿远,当时信了这套理论的古文。相信现在已经有苦难言。而实情是什么?首先,港楼的性价比不高。 升值能力更是每况愈下。据差股处数据,过去一零年,升幅最夸张是二零一零至二零一年。 升幅层高于20%。其后升幅逐渐收窄。2019年按年仅升1.5%。去年更绿得微跌。 相反,内地流却升到停不了。去年正值疫情高峰期都升足全年。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数据。 单计二手住宅。北京按年升6.9%,上海升7.6%,广州升8.7%,最夸张的深圳按年飙升15.3%。 简单一望数据。假如你是内地豪客。你会选内地四大一线城市。 还是港流。再者,港元与美元挂勾。而美会指数持续低企。 因此港元对人民币不断贬值。 持香港物业。莫港流价升幅不如内地。 再计及港元贬值因素。 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接兵。 另外,香港经历2019年的社会事件。 以及去年受疫情摧残。 早已元气大伤。 所幸香港人抵口。 楼价在力撑下仍未大跌。 不过早已落后全球发达经济体及内地。 就算如此。 去年的香港依然蝕乱全球最难负担的房地产市场。 年续一一年的冠军殊荣。 对香港无学窩牛无疑是黑色幽默。 也側面反映再靠香港人推升楼价是不可能的任务。 更何况屋楼偏逢年夜雨。 越来越多国际金融大行将总部迁往新加坡或东京。 最近更因内地有意对外开放金融、证券行业。 近来传出瑞银、瑞讯及摩根大通。 已调香港区的银行家进入内地抢生意。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租削弱。 同时减少了流港的高级职员。 对高端住宅的租务及买卖都造成一定冲击。 在此生死危急传亡之際。 港府还要上条股票印花税赶下。 在此除了恭喜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又推进一步外。 还有什么好说。 最后,早前出了一则大新闻。 但市场对此反应不大。 就是香港计划加强审查资本流动及交易。 防止内地官员利用香港隐藏非法财富。 有机构估算。 每年在港洗钱的金额大多来自内地或澳门的犯罪所得。 由2002年至2011年。 来自内地的非法资金流出达1.08万亿美元。 而香港是最大接受地。 未来若年内地官员都加强审查。 普通老百姓更是无所遁形。 通关之后,究竟是内地豪客来港诉留? 患事来港协人头卖楼套现。 请诸君拭目以待。